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的第15章 第15章这里记载 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问 那么比拉多其实 找不出耶稣基督有什么的罪 在福音书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其实都记载 比拉多在整件事情当中是有一点挣扎的 包括这一个的 他的妻子也来劝说他盼望他能够从整件事情当中抽身 那这是否代表比拉多没有责任呢 并不是的 他作为当时候的巡抚 他当时候掌握生死大权的罗马最高的官员 在当地最高的官员 那么他其实应该扮演他的角色 作为高官 作为这个自政掌权的 应该在 关键的时候 然后抓紧原则 然后比拉多却没有这样做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 被这一些人的声音 就 压倒了 经文怎么说呢 在第15节 提到 比拉多为了要讨好众人 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犯错 但是在 为了讨好众人 在他的政治考量 在他的受欢迎程度的考虑当中 用今天的话 他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赖 他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赞 更多的奖赏 那么 他牺牲了他的原则 专家姐妹这是非常可悲的 其实 看看今天政治的舞台 看看马来西亚的处境 最近闹得轰轰烈烈 这个反贪委员会的主席的事件 还有一些政治人物的事件 其实让我们看到 在高位 如果不好好的抓紧原则 抓紧他本来在那个位置上应该要有的 那个的身份跟原则的时候 那种的破坏 那种带来的杀伤力 是非常大的 比拉多不能够逃过 他自己在整件事情 在耶稣基督 受死 这个的事件当中 受害的事件当中的角色 比拉多是逃脱不了的 以至今天当我们在 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 比拉多的名字 在比拉多手下受难 主耶稣基督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不能够坚持立场的 这个官员 的参与里头 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 今天我想我们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稍微看一看 其实 在那一个按着圣经的第8节开始 那边讲到说 每逢这个节期 这个节期就是逾越节 比拉多 通常都会按着众人的要求 释放 一个的囚犯 有点像今天的这一种的特色 在国家元首 生成的时候 可以特色 一些的 一些的囚犯 一些的死囚 又或者说 一个新的元首登基的时候 可以有特色的 这个的条例 这种的机会 在逾越节 这个犹太人的大节期当中 比拉多 可以有特色一个囚犯 的 权利 他很想 就特色主耶稣基督 然后 这些群众的压力是很大的 经文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 叫做巴拉巴 他是 这一个作乱 作乱可能是 反叛 这个的时候 他曾经杀过人 他是一个强盗 动乱里面 的一号的人物 而且曾经杀过人 不知道是不是有暴力的倾向 还是他的性情是很糟糕的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本来应该上十字架的 很有可能 因为在主耶稣 身边的两个是强盗 这两个的强盗 大概可能也杀过人 才要走上 才要被 叛叮十字架 这样的一个刑法 而这个 巴拉巴 巴拉巴 是在作乱当中的 会不会是 搅乱社会秩序 会不会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的 这一种的作乱 这一种的反叛 也很有可能 他本来就是要上十字架了 但是 主耶稣基督 却 代替了他 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本来应该 受审判 应该受刑罚 主耶稣 没有罪 本来就不应该 但是 在特色当中 还可能 被 这个的特色的情况里头 众人选择了 巴拉巴 如果没有主耶稣 出现 大概 不会有 巴拉巴 得释放的 这个的情况 可能是其他人得释放 可能是 一些罪恶比较轻的人得到释放 但是 因为主耶稣的事件 众人为了要 得到 比拉多 这一个 的欢心 甚至 要求 释放巴拉巴 对不起 让我们想起在格林多后书有两段的经文 其中一段讲到 上帝死难没有罪的 代替我们成为罪 而 叫我们这些 犯罪的人 成为上帝的义 另外一处也在格林多后书 提到说 上帝死那本来富足的 因着我们的缘故 成为贫穷 而我们这一些 能 贫穷的 在灵里面贫穷的 却成为 富足 弟兄姐妹 主耶稣就是如此的 牺牲自己 换取 我们的生命 巴拉巴 其实是在圣经当中 第一位 获得 好处的人 他 本来应该上十字架 但是 耶稣基督代替了他 他反而得到释放 那我们不知道 巴拉巴未来是怎么样 圣经没有再提起这个人 他会不会好像 十字架旁的其中一个强盗 因为 如此的被释放 心存感恩 去认识 到底耶稣基督是谁 为什么群众 需要这样子的 来去 非杀死他 不可 他如果他去研究 他去打听 他去明白 主耶稣基督是谁 他会不会 到最后也信靠耶稣 因为耶稣代替 他走上 这个刑罚的道路 又或者 他得到释放 他回到本来的生活 继续作乱 继续杀人 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以至在罪恶当中沉沦 对方姐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巴拉巴怎么样 正如我们不知道 另外一个人怎么样 但是对方姐妹 你跟我 都应该 我们这些经历了救恩的人 我们都应该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 知道 基督 给我们的爱 是如何 我们要怎么样 在他面前 更多的 来去 依靠他 来去见证他 其实我们都像巴拉巴 我们都 与 耶稣基督替换了 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子 按照本来 我们犯罪的生命 我们应当受到刑罚 但主耶稣基督 代替了我们 饶恕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我们这样子的生命 要怎么样 继续为主而活呢 难道我们要走回老路 走回老我的生活吗 不是的 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 见证 主耶稣的恩典 是多么奇妙的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 福音的出口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 饶恕了我们 我们与主耶稣 替换了身份 我们能够成为 神的儿女 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牺牲 帮助我们 在爱中 回应主 能够继续在生命当中 见证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